MG 一個在2022年由中華汽車導入的中國品牌 首發的車輛HS號稱價格的破壞者 滿配與實惠的價格一經上市就大殺四方 市場從一開始的唱衰到後來的熱銷 兩年過後 同一個產品類型的國產車廠們節節敗退 福特庫卡跟Honda CR-V 紛紛以折價的方式來硬抵 但銷量卻仍舊跟不上MGHS 而就在這個時候 台灣的經濟部產發署 找來了國內汽車製造的相關業者 在不到一週後 政策就頒布 雷厲風行的速度讓人瞬目皆舌 而這個政策呢 就是提高國產車的自治率 2024年的8月1號正式實施喔 這個網友問說 怎麼樣才可以聯絡得到我們呢 我們矮脫喔 這個這麼簡單 但是看完影片以後呢 下面影片的資訊卡打開呢 有一個想找車連結 就要點擊進去 把影片的問卷填完 那我們就會最快的時間聯絡到你 那如果說你是想孤車的人呢 那一樣下面的連結點開以後呢 填寫完表格 我們馬上就有了 哈囉兩千好車 來千好車 大家好我是兩千 今天來跟大家討論一個 相對比較嚴肅的話題 其實在我們開始今天討論之前呢 要先讓所有的觀眾朋友了解兩個名詞 CKD跟SKD CKD全名就是全裝閃料 就是每個國家在進出口的時候呢 常用到的一種模式 CKD指的是原產品國 將成品完全的拆散 以零組件的方式呢 運送到進口國 那載由進口國 當地安排生產線進行組裝 那SKD呢 就是所謂的 半閃裝料 就是一種 將一些零件在原產品的國家 就進行組裝 再以半成品的方式呢 運送到進口國來做販售 那為什麼我們會需要認識這個 CKD跟SKD呢 因為目前討論度非常高的一個品牌 MG 其實它是以CKD的方式 進來台灣做販賣 其實它有95%的零件 是來自於中國進口 台灣當地生產的零件 僅佔了5% 也就是說MG雖然是國產車 但它的自製率大約只有5% 那這台車到底是屬中國的進口車 還是台灣國產車 其實依照目前現行的法律來說 這是一個灰色的地帶 因此經濟部呢 在7月底的時候 開版定案 8月1號起 未來所有中國的汽車品牌 包括中國合資的進口品牌 來台國產化以後 自製率需要逐年的提高 從第一年的15% 到第二年的25% 到最終呢 要提到第三年的35% 我們假設一台車 有25000多個零件 上市的第三年以後 需要的國產自製零件 大約有8750個 這個政策是溯及既往的 對於在新製上路以前舊有的車款 包括預計未來要上市的車款 都必須要符合自製率 當我們在蒐集資料的時候發現 其實經濟部在7月30號 它所發出的一個新聞稿呢 有一段 因為國內的市場呢 並不算太大 對於中國整車進口 並未開放來台銷售 近期業者利用法規 未對大陸汽車零變管制的規範 引進相關車款時 未能同時使用 國內汽車零組件業者的能量 各界均認為 政府必須有公平的管理機制 聽完這裡 各位網友有發現什麼樣的問題嗎 新聞稿指的各界 到底是什麼樣的人 MG的銷量其實相當的不錯啊 那發售至今 好像在台灣也沒有傳出什麼災情 妥善率跟保值率 也都還表現得還可以 那MG4這個新推出的 百萬以內的國產純電車 更是為台灣的車市 提供了一個純電的選項 那為什麼在這個節骨也 推出這樣的新政策 是因為發現國產車產快不行呢 還是為了要保護誰 所以今天我們主要分成四個主題 來跟大家聊聊 自制率提高 究竟會對台灣的車市 造成什麼樣的影響喔 在新制善務以後 經濟部要求了 每個車廠 未來必須將引進的 中國品牌 或者是中國合資的品牌 都必須簽署 在地化供應鏈規範的承諾書 車廠必須承諾 首年的自制率達15%以後 才能啟動相關的後續審驗 或許我們可以從 兩個其他國家的案例 來做參考 泰國人數大約7100萬人口 汽車年銷量77萬輛 根據數據來看呢 其實泰國目前擁有 大約1900萬輛汽車 平均每1000人當中 大約有280輛車 在全世界排名第76名 在2022年的時候 泰國政府相信 引進中國的電動車品牌 能夠帶動泰國零配件市場 在電動車市的地位 於是張開雙手熱烈的歡迎 甚至還提供了 每輛15萬泰銖的補助 以及高達40%的 進口關稅減免 此後中國車大量的進軍泰國市場 李亞迪也在2022年在泰國設廠 藉此想要在東南亞 取得領導的地位 但是在中國品牌的 銷量超過18萬輛時 出現了供過與求的情況 那當地的消費水平 跟不上大量製造的 中國品牌汽車 所以為了刺激銷量 中國品牌的汽車 不斷的降價促銷 那泰國汽車的銷量 光在2024年的上半年 就比去年的同期下跌了23% 創下了數十年以來 銷售新低點 除了銷量下滑 連帶影響了汽油車以外 中國品牌也好像沒有打算 跟泰國零配件合作的意思 那大量的進口 直接導致了 數十加泰國的當地零件廠商 被迫倒閉 為了要挽回泰國本土的產業 他們的政府不得不 跟這些中國汽車品牌 去做一個商量 要求必須要採購當地的零件 那在泰國生產的 中國汽車零件 必須要達到40%以上的自治率 那接下來我們再看一下 另外一個國家就是澳洲 澳洲位於南半球 跟台灣其實有點類似 它的人口大約是2600萬人 但是汽車的年銷量 可以達到120萬輛 那根據資料來看 澳洲目前大約有2000萬輛車 平均每1000人大概有748輛車 目前泳車率全球排名是第14名 算是前段版 Toyota、福特 那還有Holden這個自治品牌 那由於地緣的關係 福特跟豐田原本在澳洲都有生產的基地 但是隨著進口的成本越來越低 關稅也一降再降 福特跟豐田在201314年的時候 就全面結束澳洲的生產線 以全面進口的方式在澳洲當地生產 Holden也在2017年的10月底正式下線 代表整個澳洲 目前他們是沒有汽車工業的 他們完全以進口車的方式做生產 也代表著澳洲的汽車工業在2017年終結了 所以接下來我要談的是 2022年開始澳洲推動了減排計劃 它讓擅長製造電動車的中國 找到了一個全新的戰場 因為它是全進口嘛 所以大量的中國品牌汽車請銷到了澳洲 在短短5年之間 中國製造的汽車在澳洲銷量增加了2000%以上 所以現在在澳洲的街頭 你可以看到大量的VRV、MG等等的品牌 那更有一些國外的新聞會寫到 在2030年的時候 澳洲街道上大約會有35%以上 是屬於中國品牌的汽車 所以你可以知道 如果說以全進口的狀況來看 開放完全進口 那中國汽車更有可能傾銷到整個市場 所以從泰國跟澳洲的例子來看 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第一個就是放任中國品牌清台 會有很大程度影響台灣本土汽車企業 那第二個如果開放全面進口 沒有製造關稅壁壘 那誰也管不過中國品牌的低價策略 經濟部產發暑大手一揮 用短短的五天就拍板定案 推出了新的政策 其實目的很明顯的就是在於 管制中國品牌的汽車全面入侵台灣 某種程度上面來說 也是擔心MG這樣的製造模式 會被其他的車廠複製 那我們的政府認為這是一個製本的方法 目前看起來受新制衝擊最大的組裝車廠 包括中華汽車底下的MG 日產的Nissan 福特現代還有本田Honda 還有未來即將要上市的上汽大通 這邊我們要引出了一個問題 就是在台灣組裝的國產車 真的是屬於國產車嗎 大家也都知道 台灣除了納智捷是本土製造以外 其他的品牌大約都是以SKD的方式 也就是將零件運送到台灣 再由台灣車廠的產線組裝後銷售 這當然跟我們心中所想的 真正的國產車產生了一些偽妙差異 過去大家也不太在意自治率的問題 因為一台車最重要的零組件 引擎、底盤、動力系統 那些非常重要的關鍵性零件 台灣的製造能力真的不是很強 所以大多數還是要引賴進口為主 所以從國外進口在台組裝 算是一個習之有年的生產方案 但是中華汽車它引進了來自中國的品牌MG 鑽了法規的灰色地帶 因為整台車幾乎來源是中國 而且本土的零件使用率非常的低 大約只有5% 可以說是幾乎沒有 為了遏止這樣的情況再度的發生 也就是這次新制推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但是限制自治率 真的就能夠扶持台灣的零件供應商嗎 這點其實真的是有待商榷 目前在全球化工廠的影響下 其實零件Made in China 根本是一個常態 如果是因為害怕中國車的導入 而一味提高國產車的自治率 導致汽車產業業者成本提高 甚至是如同澳洲一樣 進口車有可能會比國產車更便宜 其實MG的品牌導入 算是給台灣車市下了一劑猛藥 突破了長期以來 非日吉德或是非德國車 就是日本車的銷售狀態 為很多消費者提供了更多的購車選項 好不容易傳統車廠有了一個新的競爭對手 其實對台灣來說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這個時候推出國產自治率的用意 產發署的新聞稿很直白的寫出 擔心有不公平的競爭疑慮 影響台灣領主兼業者的生計 那其實這個不公平這三個詞 我坦白講大家就見仁見智啦 但是對於我們這些消費者來說 最重要的就是便宜又大碗的汽車嘛 從今年開始受這次新制影響最深的MG 光是2到6月就已經累計了6722輛 而我們的國產SUV之光從2月開始 它的銷量就一路的輸到6月才微微的反超 是為什麼呢?因為除了台本它比較獨特的銷售模式以外 跟定價折扶越來越大有關係 更不用說福特庫嘎了 定價一降再降原廠的折扣越來越大 為了要去抗衡MGHS的高銷量 國產車都以降價來刺激買氣 降價了居然還能夠賺錢 是不是代表說原本定價過高了呢? 球證、旁證、主辦、協辦所有的單位 全部都是我的人 怎麼和我鬥 少林足球裡面一句經典的台詞 因為玩不過別人的定價策略 跑去找裁判修改規則 台灣保護某些車廠70幾年了 就連啦啦隊女神李多慧也都曾經嚇到 台灣的車價好貴 而現在又寄出了新的規則 那美其名是保護台灣的零件廠 直接將這個措施強行的實施 難道這樣就可以讓台灣 國產車業者真的自製一台 屬於自己的台灣國產品牌嗎? 其實我們也都知道 國產車的自製率提高 影響最大的還是中華汽車底下的MG 或是上汽大通 坦白說我對MG並沒有特別的偏好啦 但是不管是已經上市的MGHS或是ZS 或者是剛推出沒有幾個月的MG Phone 都會受到這個政策的影響 那我們在意的是這三款MG的車型 是不是還能夠維持一樣的定價策略 91.5萬的MGHS 會不會提高售價 已經接單生產的MG Phone 會不會因此又要延後訂單 在新製上路以後呢 強制的國產化 其實很多車廠原本打算要引進中國品牌 或是中國車型 計畫都被打亂了 假設這次的新法上路 確實可以把MG拉成騎頭式的平等啦 那其他的品牌引進 是不是也更加的困難 那新上市汽車開發成本高達了數十億 那如果本土的國產車的銷量 不如預期 產線沒有辦法回收成本 這樣的策略 是不是加速了國產車的絕跡 那台灣的路上 未來會不會只賣向純進口 那我們將2024年7月的進口車佔比 拉出來看 7月進口車佔總市場的46.8% 那把時間退回到前10年 在2014年的7月份 進口車的佔比只有18.1% 不到20% 這不就意味了這十年以來 台灣的進口車越來越多 國產車的銷量確實是不斷的被擠壓 不斷的將自由市場用法規來限縮 那再過一段時間 也許進口車將大於國產 那不就正式邁入了澳洲的一個後塵 那真的會對台灣的汽車產業有所幫助嗎 中華汽車在揚美廠引進了MG之前 有三分之二的產能都是閒置的 連他們自己的老總 嚴懲力廉都已經說過 我們必須力求轉型尋求活路 於是在2019年的宣布啟動MG導入計畫 這才讓整個中華汽車再度活了過來 不管怎麼說 我們就只需要一個重點合理的車架 穩定的品質 我想是大家最在意最在意的事情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和分享 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中華汽車的資訊 歡迎上Facebook搜尋兩邊中華汽車 也歡迎你鎖定我們的Podcast頻道 學弟請準備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